小子化衝擊私校的招生 繼河村技術學院停辦之後 彰化中州科大 以及臺灣首府大學 因為不敵財務壓力 也主動提出停招 經教育部核定 兩校預定在明年的七月三十一號停辦 另外苗栗的閑德工商 還有高雄市的新光高中等兩個學校 被教育部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改善期限兩年 雖然是上課時間 彰化中州科大的校園 還是一片空蕩蕩 中州科大爆發烏干達外籍生淪為學工案 遭到教育部勒領停招 導致財政急劇惡化 九月初列專輔後 原有一年改善期 但中州科大還是宣告 將從一百一十一學年度結束後停辦 學生擔心自己的受教權 可能受到影響 就是會擔心就是說 到時候就是 沒學校可以讀吧 學生的往後要怎麼辦 毕竟這麼好的 校方透過聲明表示 目前學校還有九百多位的學生都還在正常授課中 另外位在臺南的臺灣首府大學 高教師七月已經入校辦理說明會 開學前已經有學生轉到臺南的其他大學 這兩校都被列入專輔學校提前走上退場 教育部說 從組董事會就是要保障教職員工的權利 協助安置學生轉學 中州的狀況是他們已經有欠了幾個月的薪水 目前學校是沒有可用資金 大概的 目前的資金我們在估算大概到明年的大概一月左右 私校退場審議會 也在十七號公布第二波的私立高中職 專案輔導名單 包括在高雄的新光高中 以及位在苗栗的閒德工商 都被列為專案輔導學校 顯得工商表示 學校目前有兩個科別 八十多名學生 但是校務運作正常 教職員的工薪資也沒有拖欠或是延遲發放 營運現況沒有問題 藉由林建生 王農濤 林曉慧 沈志明 臺北彰化苗栗報導